为了落实长照政策,拓展长照的服务项目,政府自去年起推动长照2.0的政策,而根据卫福部的规划,将长照分为A级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B级复合型服务中心,以及C级相弄长照站三种招呼模式,希望能够让家中有需要受到招呼的家庭,能够看得到,用得到,付得起,让长者都能过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 因为失能造成日常生活需要主要照顾者来做照顾的服务的时候,那我们长照的服务需求就延伸了,那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长照2.0,过去年长照1.0的服务项目大概有八种,但是为了让我们的长照服务能够看得见,用得到,也找得到,而且也负担得起的政策, 所以我们从八项扩展到17项的服务,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长照2.0就是社区照顾服务的模式,在这个服务模式里面呢,有分为ABC这样的三个等级,那A级呢,就像是一个长照中心,也可以称之为长照旗舰店, 那它这个针对个案的需求呢,把它做一个媒合,做一个资源的分配,更有弹性,更加的多元,那B级的部分,它是一个复合式的照顾,它可能有至少两项以上的整个长照服务的提供。 那接下来就是西级我们常常说的干妈店,就在我们的社区邻里里面,是最便利的,最可尽性的。 由愚人自有基金会设立的普里泰安巷弄长照站,是南投县第一个西级照护点,目前此站已有30多位长者接受关怀、家访,以及邀请到长照站接受短期托育的服务,希望透过一些活动的设计,让老人家参与其中,延缓老人失能失智的发声,让老人家过一个快乐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大概从去年的11月就开始事办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首先我们就是提供这个关怀家访,那我们透过这个社区的访查,把一些衰弱的个案,甚至气度中度失能的个案,邀请他们走出家园,走出家的这个门槛进到社区里来,那我们当他们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提供第一短期的托育服务,透过短期的托育服务,让我们的家属照顾者得到一些喘息的照顾,让他们也能够有在照顾的过程, 当中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第二个是我们也提供共餐,当长辈在我们这里活动的时间,延伸到用餐的时间,那他可以在这个地方享受餐食的服务。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健康的出境,那个失智失能的延缓照顾服务,我们也引进在这个地方,那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这里,在今年呢,我们从3月到6月的第一期,我们开办呢,的过程当中有10个长辈,在这个地方接受这样的服务。 那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数据化的一个统计分析发现,长辈呢,经过了健康出境的介入之后呢,他们的生活满意有75%的人,有得到改善跟进步。 那在这个衰落的这个测量里面呢,我们大概全省都用统一的标准,采用日本的一个叫做king home test,来检测这个长辈的衰落。 那我们当中也发现说,有7成5的长辈,他们的这个前后有进步。 所以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当中发现说,他们社会的参与,还有人际关系这样的一个互动,以及他们自觉的健康状况,进步的改善是最多的。 长辈2.0的目的是为了让有需要的乡亲,能够更便利的得到帮助。 因此,家中如果有需要接受长辈服务的乡亲,也可以透过卫生所A、B、C、三级长辈站等单位来申请。 那怎么样来申请这样的一个长辈服务呢? 首先呢,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我们这个乡农站也好,或是A、B、C任何的一个单位提出,甚至是卫生所、卫生局都可以跟长辈中心提一个简单的申请表格。 那到时候呢,他就会派遣照顾专员到家里来评估我们长辈的需要。 那评估出来,他就会分这个,大概目前有这个几个程度,第一个叫做衰弱,衰弱的杂贝,或者是健康亚健康的个案,也可以来这里接受健康出境的服务。 第二个是轻度失能,以及中度失能,然后有重度失能。 依据不同的失能等级,来美合你的照顾需求。 那当然这个服务的范畴就有17项这么广,来提供多元的照顾,来满足个案的需要。 而为了让社区参与并推广西级长辈政策,日前普里基督教医院也举办水沙点医疗群,长辈新体制说明会。 县议员许阿甘表示,长辈政策确实能够便利许多,家中有长者需要照顾的家庭。 而愚人自由基金会有长辈1.0的经验,相信对于长辈2.0的推动也是得心应手。 也鼓励社区长者平时要多多走出家门,到社区与大家一同参与活动,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健康有尊严。 我们季兰大学通识中心,我们保理的基督教证园,愚人自由基金会,我们这里有完工,和我们过去做这些经验,大家都很认真在推动。 现在来,我们长辈开始推动,最欠的是什么?欠的就是培训的人力。 这人力的背,可以说是要背拥、要訓練,要怎么跟拜登这个社区的关卫据典, 这些老人可以过来说,欢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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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的日子,这种背拥,要訓練很多年轻人力。 以前我们季兰大学,我们现在有社工室,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年轻人,都管理导致这个部分。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推动的一个很大的政策, 让我们这些老大人,要健康快乐,延定我们的生命。 不要说牠长牠很久了,这种人说,人吃老,也有老的尊严,慢慢来老去。 不用说,但是我们来健康快乐,尊公真有病,我们也可以接受那种很开朗的心情, 很乐观的心情来接受。我想这种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都要慢慢来推动,让我们这些老人,经过有人照顾后, 这些背拥、这些困难、这些人力,在社区全部, 很好的方法来带动,让我们这些社区, 或是说我们这些老人,这些中背,大家过后,可以这样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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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快乐乐。这是我们推动长照最重要的观念,和到我们的目的。 由于现今人口老化的问题日夷严重,长照政策确实也让许多送心家庭, 能够有喘息的空间。鲜芋原料之城也期许, 不离政各社区之间,能够来共同推广项弄长照站的政策, 帮助更多家中有长者需要被照顾的家庭。 希望說三個里一個巷弄站 所以說玻璃要有成長的空間 就是到十一個巷弄站 所以說在這裡也要來 服務我們村里跟社區的旅士長 共同比較不來這裡觀摩 在三個社區裡面 或是三個里裡面 找一個巷弄站 由我們普及來這邊輔導 來這裡成立的時候 我覺得這應該是好的開始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 在我們泰安的巷弄站裡面 剛開始這些長輩來這裡 過了都比較柔軟一點 不過如果你的活動的項目 有夠精采 有夠弱勒給他們 在這裡過生日的時候 可以在這裡快樂 也可以在這裡學到東西 他們會期待說 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可以在巷弄站的巨點 來共同生活這樣 我想這應該是 我們剛開始推長照的計畫裡面 一個開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很多社區都已經有據點了 它那個據點跟這個是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 它是65歲以上 原住民55歲以上 稍微有狀況 就是說我們的弱勢團體 弱勢家庭 就是說失能的前兆 各方面的情況 不過我看來這裡 其實現在看到的 老人家的狀況都還不錯 你其實如果做好學生 就是延緩他的失能 的時間性的拉長 這就可以減少 我們很多醫療的支出 和減少家庭的一些困難 所以說在這個活動旁邊 我是在這邊也是很期待說 我們的理長跟社區的理事長 會比較常來觀看 由於長照2.0的政策 推行不到一年的時間 在運行期間 也是有一些問題的產生 先議員廖志成也希望 縣府能夠多與長照單位 多溝通協調 讓長照2.0的政策 能夠順利永續來發展 我們長照2.0 可以說現在政府實施後 一些國民的默契 都要不成熟 包括我們普及這頭 從長照2.0開始到現在 都要不清到錢 就是中央的款已經撥到縣政府 但是這個和銷的動作 就是SOP的動作 在我們社會處的社會福利課這邊 跟財政處和主治單位 對著和銷的項目 應該是剛開始要沒有一個默契 今天透過這個 大家延期的活動第一點 就是要請社區 可以在我們所有的據點裡面 可以讓我們的長輩在社區裡面 在那不管是帶活動 或是做各方面 就是每一天都在上半時間的時候 讓這些長輩去我們的據點裡 可以躲過一天很快樂的日子 每一天如果看到我們的長輩 在我們的社區的據點那裡 不管是帶動廠 健康操 或是不老 各方面的事情 他們都很快樂 到中途吃飯吃東西之後 就這樣回去出 所以說這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事實在人的健康 就是怕損害的福氣 所以說你在據點裡面 如果說他有很快樂 每天在那裡 共同學習 共同成長的時候 我們的A級的長輩的部分 人就去檢照 所以說在ABC級裡面 竄年的動作的時候 為我們普及跟我們 晉南大學 我們人設這頭 可以共同來盜牆手 也可以讓社區 廣東來跟進 做我們的長輩據點的照顧的工作 由於長照2.0 是為了改善長照救治的缺失 讓鄉親能夠更加容易的 接受長照的服務 縣議員許阿甘也希望 里長以及社區理事長 都能夠來支持長照政策 讓老人家都能走出家門 健康生活 離長配合我們的社區 理事長這裡的技工 把整個社區 這樣做得很清晰 平衡社這裡的老人 老人在這裡 可以做很多很多這裡的活動 現在也包括可以申請 喘息服務 居家服務 或是帶來這裡 帶來照照的活力戰家 做過的很多服務 可以說是老人 來到這裡會很快樂 對身體的健康 或是對他的心情 每一項都有很好的幫助 所以我們鼓勵說 我們社區裡面 這裡的長輩 大家平衡社 不要說只有出家 我們就走出來 來到我們的活動中心裡 跟這些老朋友 摸哈拉 摸大家摸開工 來這裡唱歌 或是做一個簡單的活動 這種種都可以讓老人的溫聯 很輕鬆很快樂 這樣就躲過 不說流流就這樣 感覺說 身體如果說 在那裡不會剛好 我們的這個叫火丸 也可以把我們搗牆手 把我們搗招牆 或是說帶我們去看邊 做什麼 種種的服務 政府做得很久得 一定要來 鼓勵這裡的老朋友 來到我們的 泰安里的 活動中心裡 一定會立到很好的照顧 這就是我們 政府長照2.0 基東在實施 在執行 基東最基盛的部分的記憶 我們一項一項慢慢來做 我相信 大家可以越過越快樂 老人的生活越來越輕鬆 由於長照2.0的政策 在推動期間 也產生許多需要改善的問題 副議長翻譯選也希望政府 能夠多聽聽基層的意見 落實長照2.0 西極社區GammaDem的美意 讓長照站能夠真正成為 看得到 用得到 富得起的GammaDem 民意新聞記者 陳偉一 專題採訪報導